比去年多点了 多了几斤酱油钱 那好啊 过年的时候我烧红烧肉 能多放点酱油了 你那也叫红烧肉 比我脸白多了 你不是不让买吗 我只好拿酱油瓶来晃晃 那肉能烧红吗 你就不能多晃几下 再晃 能晃出酱油来吗 谁那么大本事啊 能把水变成酱油 爸 石书记来了 老朱啊 今天这分红 还是不大理想啊 不饿死就行了 老头子 你怎么这么跟书记说话 我可是说实话 来 石书记 走走走 喝水 放心吧 会好起来的啊 会好起来的啊 找我有事啊 是为你们家小房子 不不认为你 你们家小房子 你好起来 不要进来 你不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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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你这就不想起来 我不是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你怎么起来 你有什么 你不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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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资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天来参加游行的群众已超过三百三十万 同学们 同学们 特大喜讯 特大喜讯 什么喜讯 什么特大喜讯 什么特大喜讯 恢复高考了 我们可以考大学了 是真的吗 好 看看 弟弟 是真的 是真的 这是党中央的决定 真的 是真的 那终于可以离开这一地方了 终于可以离开了 快 老川 老川终于开眼了 老川给我们送来了春天 高考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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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川终于开眼了 你小心点 老川终于开眼了 老川终于开眼了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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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口水 快快快 你看 这边写的有啊 你看 这个 三十二 你怎么了 是啊 这可是改变我们命运的好消息 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啊 杨志凯 你不是天天高喊着 广惑天地大的作为吗 你不是天天高喊着 到农村去 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吗 你是不是老跟我们说 知识七年煞山下乡 是对知识青年的 什么 最大的关怀 现在这些都变了吗 还是你变了 你不听毛主席的话了 你不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 都是伪君子嘛 平时说的都跟花儿一样 什么扎根农村 事与工农相结合 这一到关键时刻呢 原形毕露了吧 三十二 你这说的什么话 恢复高考也是革命的需要 上山下乡需要我们积极的报名 恢复高考也需要我们积极的准备 这就要党上干啥就干啥 说的好 说的好 刘三十我听你说话半天 我就不爱听你说话 杨组长有时候说话 拿枪拿吊一套一套 但是今天我觉得说的有道理 真的有道理 听你说话 你们这是坑气一气 横谢一气 横横 这个字念横不念坑 横切一气 我知道 这个咱们不说 我我你们我告诉你们 你们这个 我你们就是变着发的想回城想清福去 我看透你们 志凯 三顺 谁不想回城啊 想回城有什么错的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满肚牢骚的 你什么意思呀 丁 你不回城啊 你不想回城啊 大丁 你就是别问 刁三顺呢 就是拿杨志凯当个出气筒 是吧 啥出气筒啊 啥出气筒啊 我说到了 恢复高好咱们高兴不高兴 高兴吗 高兴对 刁三顺 我们越高兴他越难受 为什么 难受不 你为啥呢 高兴啊 这该高兴才对啊 多高兴的事啊 刁三顺 怎么了 为什么呀 我们都有可能考上大学 刁三顺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为什么呀 六门功课 五门不及格 一门外语还吃了鸭蛋 鸭蛋 鸭蛋 人家鸭蛋 文化底子太低 怎么考 不是别想折蛋 折什么蛋啊 谁说三顺底子差呀 人都知道坑现一气了 第二 三顺 你自个儿说啊 二十六个英文字母 你出了J圈K 你还认识哪一个 自个儿说 跟大伙说说 三顺说 说说 来点 帮个帮忙好了 五十四个兄弟我哪个不认识 五十四个 五十四不是二十六个字母 不是说铺克牌吗 不是说铺克牌吗 来来来来 大家行歇一起 行歇一起 行歇一起 行歇一起吧 来来来来 哈喽 你像个特伍斯的 你干什么呀你 你啊 怎么啦 吃的 什么吃的 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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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定哪一天我又要上台去求雨了 爸 妈 有亲啊 有宝贝啊 有宝贝啊 回来了 让让让我 让让让我 宝贝啊 我请来的这针冠银菩萨真是领是领的 我刚求他保佑你早点平安回来 你不看回来了 吃饭了吗 爸吃了吗 还没呢 快吃饭 我得赶紧啊先去找找我的内心书去 怎么了 马上就要恢复高考了 马上要恢复高考了 要复习了 那我来帮你找 来 吃饭吧 哥 哥 你回来了 大江 大娘 回来了 这是我给你们带的新鲜玉米 还没吃饭吗 你不打声招呼 没留他的饭啊 我 大白 我吃过了 我吃过了 那个 这不是恢复高考了吗 我回来把我留到这儿的那些书 我拿一下 你那些书啊 我早就当破烂卖了去了 我不是跟你说好了 留着我将来要用的吗 有什么用啊 复习高考用啊 你先别说考得上考不上 你要是考上了 你有钱吗 你可别再指望你大白 你妹妹的钱 她还差了一半没交了 大江刚回来 你竟说这干吗呢 先去整个睡觉的地方 我跟同学约好了 住同学家 大江 你可不能骗我呀 哥 你看这是不是你要的书 就是啊 丫头啊 这书我不是叫你卖到废品站去了吗 你叫我卖给废品站 我打开一看 是大江哥读过的书 我想来想去都没舍得卖 然后我就用旧报纸包起来 放到我屋的小床底下去了 不对呀 那次我叫你把这个破烂书卖了 那个钱拿去打酱油 你是把酱油打回来的呀 你这个钱是从哪儿来的 跟我说 就是你每天早上给我两分钱 买大饼的钱 我有时候没吃就省下来了 什么 你不吃早点 把这钱留下来 就是为了这个破烂书啊 娘 小吃几顿早饭怎么了 我这身体不是好好的吗 你呀 比我油墙滑掉的 你看你瘦得跟猴儿一样 走走走 你说我们家里头 没有银肉给你吃 你看你这真实 你呀 大江 现在书可找着了 可是我闺女可是瘦成这样子了 你呀 就拿着证书去考你的少爷去 走走走走 看着就烦 出去出去 赵地 谢谢你 大江 你做人太过分了 快去 关于这个 要牵牢的双手 要过天地做客套 我们上山下乡的只是青年 事与功能相结合 让青春风光光芒 这个是讲那个剧出来赛发一个 这意思知道吗 好的 土地 徐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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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你们的 忙你们的 我就随便转转 忙你们的 接着 那我们学习了 关于土地 他说是土地满盖 产量下降 群众头 出现达气 多 杜三帅 这大家伙都在复习 你怎么不复习啊 我又不考大学 光阔天地做客套 这多好的机会啊 不打算试试啊 您不是欢迎我们 永远扎根在这儿吗 我怎么跟你说呢 这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你是人 不是水 我学习成绩太差 光顾着革命了 别说两个月 三十万复习 两年也不行 那就没办法了 同学们 停一会儿啊 跟你们说个事 就耽误大家伙一分钟的时间 老师叔 没关系的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是这样啊 从现在开始 到高考之前 你们的任务 我们就俩字复习 生产队的工啊 也不用出了 我和生产队都商量好了 让李阿姨来帮你们烧饭 太好了 谢谢老师叔 谢谢生产队 不用谢 都是阶级兄弟 我们生产队能做的 就是尽力帮助你们 考出好成绩 老师叔 这私人帮的粉碎一年多了 你现在应该叫我们 革命同志 或者兄弟姐妹 这样显得更加亲切 是 对对对 兄弟姐妹 革命同志 兄弟姐妹 我啊 先慰慰慰慰慰你们 让你们用饱满的精神 考出好成绩 鸡蛋 这么多鸡蛋 老师叔 这么多鸡蛋呢 这你们自己都不舍得吃吗 没有呢 家里养了五只老母鸡 够你们吃的了 老师叔 哎 太谢谢你了 哎 你不用跟我客气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 我这鸡蛋 可不是白给你们吃的 我要用这鸡蛋 换取你们高考的好成绩 没问题 我先表个胎啊 为了这一篮鸡蛋 我们也绝不辜负老之叔的期望 对不对 对 小匹匠 你这考上考不上还是个未知数 买饭好吃 满话可不好讲 这不扯淡吗 我们就是表个态嘛 喂 表个态嘛 我的话有错吗 嘿嘿嘿 张某 大家 你们两个不要争了 接下来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 努力拼搏 争取所有的人都精榜提名 对 好 精榜提名 张某提名 张某提名 我还有这么一个事要问你呢 哎呀 大哥哥们 你们专心复习 我来给你们做后勤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就支一支 好 小妹 那就先来一碗 净水台的大肉鲍鱼 双脚面 哎呦 那小妹 我可无能为力了 小妹 谢谢你啊 哎呀 谢啥呀 等你们考上了大学 升了官发了财 别忘了乡下 还有我这个小妹妹就行了 哎呀 当然不会忘了些 小妹这个话说得对啊 咱们萧店湖的执勤 以后考上大学进了尘 不管做什么事 当多大的官 都不能忘了萧店湖这个地方 咱们执勤点这个家 对不对 我看时间很宝贵 你们还是抓紧时间复习吧 我先回去了啊 没错 没错 谢谢您还给我送鸡蛋 太客气了 怎么 你想好了 不参加高考了 把机会留给他们吧 去 别好 那明日早上 你接着出工 好 好 好 和你们相比 我就是命苦啊 什么命不命苦的 我跟你一样 不复习功课 下地干活 你忘了下乡市场怎么说的了 滚一身泥巴 练一颗红心 我忘了我忘了 我脑子不好好了吧 我要是脑子好的话 我也跟他们一样 考大学去了 来来来来来 往这儿往这儿 你已经 把机会都让给我们了 对对对老直叔也说了 这些鸡蛋吃给我们这些复习高考的人用吃的 对你明天要继续干活 对 鸡蛋你就交给我们 我我来保管 你放心 我我我我我你你你赶紧准备明天 你们坐在这儿不动的都要补营养 我一天到晚满头大汗的 我倒补不了营养 我们要高考老实叔的话 你都不听了吗 我们是其少 嬷嬷 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 每人五个 这是你的 太好了 这 每人五个是吧 我挑几个大的 好了好了多了多了多了 小妹 听说下礼拜是你生日 啊 那个 我到时候再给你礼物 要你又给我送鸡蛋了 三顺哥 这回委屈你了 凡是不考大学的都没份 也包括小妹我 走了 拜拜 来 对了 小妹 那个 我前两天寄了一个笔记本忘记带来了 能不能 麻烦你帮我送我一下 好 我走了 谢谢你啊 不要三顺 小房 我看书呢你别闹 不能让你考大学 为什么呀 我妈说你要考上大学 咱俩就门不当户不对了 你就不会娶我了 你别听你妈在那瞎说 我是那种说话不算数的人嘛 你给我 我不给 我还有 哎呀你别呢你把她给我 你要答应现在跟我结婚 我就把书给你 我现在没法娶你 为什么 又是为什么 我 我拿什么娶你 我拿什么养你 我不要你养 你娶我就行了 你先把书给我 我不给 你 我就让你和我结婚 我 你要不答应娶我 我就把书人合理 你不会的 你肯定是开玩笑的 我不是开玩笑 我当真的 快快快把书 你给我 你当然不答应 给我 不给 给 去不去 不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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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哎呀 哎呀 来 用清老板双手 光阔天地做磕躺 我们上山下乡的只是些年 你干嘛呢你 谁跟弄想结合 吵死了 放青春放光芒 用清老的双手 三迅 光阔天地 三迅 大家都在复习功课 你干什么呢 你能不能别闹了 好啊 只准你们 为了争取进程享清福而学习 就不准我这种 只能扎根在农田里边 干革命的人练练革命歌曲 小清清是吧 像装梦一样 你们到外边大叔那儿去清清去 我不走 大海豪心靠多瘦 万物胜仗靠太阳 一路滋润和妙壮 干革命靠第一是共产党 包子冬死 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 好好好好 大海豪 调泛顺 阿拉明明放了五个鸡蛋在包包里面 现在缺了两个 说 是不是你拿的 小赵同事 多大一点事了 用不着这么生死利渴的吗 你还跟我狡辩 刚刚就是你一个人经过大树旁边 不是你还能有谁 肯定是你偷的 怎么能有偷这个字呢 那 我是想帮帮你忙 你肚皮又小人又细气 你欺负到本顾奶奶头上了是吧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把电脑给我交出来 交不出来了 已经消灭了 但是 兄弟我话说在这儿 将来我有了钱 一个鸡蛋我还你十个 你休想 你赶紧把电脑给我拿出来 赶紧拿 把蛋糕拿出来 赶紧快给我拿出来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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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你 干什么你 你什么病啊 你这儿有病啊 你先走啊你 行 闹够了没有 有没有数啊你 行 我让你嘚瑟 我 我 我 还是你聪明 想到这么个办法 不生气了吧 生什么气呀 真是个孩子 我都是要结婚的人了 别总孩子孩子的 你要结婚 跟谁呀 还能跟谁呀 当然跟你了 我什么时候说要跟你结婚了 昨天在前边说的 你现在就忘了 我说的是 等我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以后 再跟你结婚 不是现在呀 我也没说现在就要结婚啊 那你同意了 等我毕业以后再结婚 昨天晚上我想了很久 我想 一个冒着生命危险救我的人 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这样的人 应该是不会变心的 你放心小宝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怎么好呀 我 Hmm 那我 Schl — 那我 张梦 张梦 《 till in the spot》 来了 来了 别喊了 social 3 晓知大 别了 阿拉正在复习功课呢 你烦不烦哪 那个 李阿姨中午有事回家了 今天该你烧火做饭 为什么 欺负阿拉弱女子啊 这按照规定 今天就该你烧火做饭了 你忘了 可是阿拉 女子呢 你这个阿拉 还有小妹助你一臂之力呢 你怎么忘了 这鸡蛋不是给你们分了吗 你就不能再问老知书要点 先前的那一篮 就是人家送给我们的 再去管人要 我可说不出口 有什么说不出口的 你没听老知书说啊 他家养了五只鸡 鸡蛋多着嘞 大不了阿拉养的鸡生的蛋 再还给他不就得了 合适嘛 我真不好意思说 算了算了 你不好意思 你不好意思我去 我照梦踏过谁呀 真是 脸皮厚肚皮饱 死要面子我说罪 给我 杨组长 这拿着竹篮子干吗去啊 这竹篮是老知书的 但吃完了 篮子得还给人家 那见了老知书 好好谢谢人家 放心吧杨组长 不过呢 我再打算去要一篮鸡蛋 什么 再要一篮鸡蛋 对啊 都吃光了 不行 绝对不行 杨组长 能就别光了 妈 我要吃鸡蛋 哪有鸡蛋 我们喝菜粥啊 来 我前几天看到有这篮鸡蛋 怎么没了呢 那些啊 咋就给你爹送给那个 知青的大哥哥大姐姐了 因为知青要参加高考 妈将鸡蛋拿去给他们补充营养了 我好建议也要去这种考试 妈 我也要 我好建议 我好建议 就开心 我好建议 没忘了 我活着 我这个可能 我走我 都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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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想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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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打倒呢 我没打倒呢 赵梦 你看一只小姐就把你吓成这样 能不能干点正经的 我像你们一样一天到晚死读书蛋 就要不正经的 明日要考不上 干吗我浪费青春呢 倒不如打两只鸟 炖炖汤 给你补补身子 你给我补身子 为什么啊 你就不能让我多活两天啊 因为我关心你呗 你干嘛关心我 赵梦 你看陈月青 跟周冰冰 他们俩那样 你就不羡慕吗 陈月青那是要求太低了 周冰冰算什么 他就是一个书呆子 根本不放在阿拉眼里 我看啊 你吃不着葡萄 咸葡萄酸 咱现在是在农村当农民 你就别挑肥减兽的了 其实 阿拉也是很优秀的 要不然 我觉得 咱俩好 我 我 挺 你别过来啊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也是天鹅 还没长开呢 我现在的理想 就是我们俩能考进同一所大学 那样 我们就可以一起上课 一起散步 永远都不分开了 希望这不是梦啊 你没有问题 我还是没有把握 那就不抱负担了 不行 那是你的理想 我们一起抱负担 我在家加油 万一 万一什么 万一我们俩只考进了一个 那该怎么办 不可能发生 我考上而你考不上的这种情况 只可能是我考不上而你考上了 我俩怎么办 那就看你的态度了 如果真的发生如此不幸的事情 我捉冰冰请这片树林为我作证 这辈子 非你不娶 张某 咱叫个孩子吧 你滚吧你 华主任从东吴城回来了 说城里边可热闹了 已经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绝证 高兴得不得了 要是今天 我们收不到录取通知书 那就说因为我们八个人 没有一个人被录取 那不会 不会吧 你和冰冰啊 还是有希望的 我这次感觉是还不错 可是 一切皆有可能嘛 还是那句话 一颗红心 两手准备 行吧 你就别说好话了 我们都考察大学 你自个儿扎个农村是吧 我是想上大学 但是同样 我也希望咱们每个人 都收到录取通知书 我是真心希望 你们一个都被收到录取通知书 跑到乡下多陪陪办公司 欧学们 欧学们 老蜘蛛来了 来 你们偷 偷 老蜘蛛 老蜘蛛 你哪儿 你哪儿童啊 那里会儿都在啊 蜘蛛 有急事啊 是不是通知书到啊 蜘蛛 对 没错 你们参加高考的 录取通知书到了 别高兴得太早啊 是这样的 自打 你们高考一结束啊 我就早也判 晚也判 我盼着有一天啊 你们参加高考的八位同学的录取通知 一下子全到了 当然 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啊 不过 我还是这么傻盼着 今天 这陆举通知书总算是到了 不过很可惜啊 不是八份 有几份啊 还有谁啊 有几份啊 叔 你赶快说吧 说呀 只到了三份 都有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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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着急嘛 我了解过了啊 在咱们公社 你们知情点 录取的人数是最多的 知道 你们组不得了啊 八个人参加高考 一下子就录取了仨啊 我这心里边也是很矛盾啊 希望你们所有的人都能考取 我又不舍得你们走 同学们 我希望 你们答应我一个请求 什么要求都答应 答应 答应你 就这样啊 不管考取的 还是留下的 咱们都是革命兄弟 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 兄弟姐妹 你们要做到 走的 高高兴兴地走 留的 安安心心地留 同学们 能不能做到 能能能 你快说吧 到底谁录取了 那就快说吧 行 我也就不卖关子了 好了 来了 年轻点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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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好了 第一位同学 杨志凯 第二位同学 周彬彬 谢谢老师说 我早就说过啊 你伤害谁啊 这个 妇女能顶半边天 女的 第三位同学 赵梦 真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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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范围 兄弟往陪着 滚 真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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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要离开这里了 好了 要在这里 祝 留在萧店湖的所有知青们 在这儿广阔的天地 你们生根发芽 结果 吴了 赵梦啊 你看到啊 你一年年 曾经心都没有 人家成员心都哭成这样了 你还在这儿 笑随颜开的 那那儿来 要和她一样 哭哭啼啼的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美 小独家 不要泄气 好好复习 明年再考 可是 月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放心 我还是那句话 我这辈子 非你不娶 我现在 要是还说 非你不嫁 是不是太自私了 你还怀疑我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明年 尽管我相信你 但是我还是要做好思想点灯 否则的话 大香哥 大香哥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你回去吧 好 你 没什么 一 你 跟我 没什么 我 有 我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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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会回来的 这怎么说 也是我们的第二股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